小伙闲进粉丝团才能发福利 口呼没付款便破口大骂 潘长江的老艺术家旅行 已经被他自己砸得吸碎了 自从潘长江劝导了 嘎子先梦尾之后 他自己也走上了直播的道路 最近潘长江在直播中 真的把他的小亲戚暴露得无疑 嘴上说着不收网友的礼物 但是很实诚的 没有把打赏的功能关闭 不少网友在评论期提醒他 可以关闭打赏功能 但是潘长江完全一副 看不见的样子 这不是明摆还是想要打赏的吗 没必要说这反话呀 当初刘德华第一次直播的时候 哪怕观众人数都达到了一亿大关 刘德华都是一折将打赏功能关闭子 不过这个行为也是可以理解一下的 毕竟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一样啊 就像小时候收过年的红包 嘴上说着不要不要 手却扒拉着口袋表示快给我 但是潘长江接下来的行为 就太败好看了 潘长江表示啊 要给大家送福利 为了方便大家领奖 要求直播间的观众加入他的粉丝团 在屏幕上打出支持毛鲁县令 毕竟潘长江这是直播呀 为了给自己的电影 毛鲁县令做宣传 要求粉丝刷一刷支持 捧一捧人气 也是无可好为的 但是加粉丝团的条件就是给钱 说就多少啊 有的无语了 后来不少抱着猎奇的心态 看过潘长江新电影 新毛鲁县令的 纷纷表示实在是太失望了 这部电影质量实在是太差了 一看就知道是为了挣钱 根本毫无用心 不知道是不是潘长江年纪大了 根本没有经历忙自己的电影 还是因为一直忙着直播带货 想着赚快钱 也没有过多的心思 投入到电影上了 有不少网友觉得潘长江现在 根本是无形创作 现在拍摄电影 只为了是保持热度 可以让自己的直播事业 做下去 以前潘长江还算是一个老艺术家 但是随着潘长江在直播间 时间越来越长 他的口碑也已经是差得一探糊涂 主要他直播一点都不真诚 总是故意抬高商品价格 然后再故意用降价的方式 让粉丝们误以为是捡到了便宜 这套路简直玩的是66啊 当初还有人曝光潘长江直播的时候 遇到客户下单 支持不付款的行为 都能顺先变脸色 想要破口大骂呀 关于此人事大家 有什么看法呢 你们觉得潘长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